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 人意就是过家家 人意就是过家家 孩子们一起玩 把土当饭 把泥当汤 把木块当肉 但是到了晚上 还是要回家吃饭 那些土饭和泥汤 可以玩玩 不可以吃 古代的事 好听但不实用 古代的人意 可以玩玩 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韩 赵 魏 追求人意 衰弱混乱 秦 不追求人意 安定强盛 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 是因为治理还没完善 人意 仁爱正义 过家家 儿童模仿家庭生活的游戏 衰弱 软弱不强盛 强盛 强大新盛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人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的治国原则 法治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的治国原则 专治国家看上去有秩序 但是脆弱 秦国统一中国后15年就因为暴政灭亡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人意就是过家家 孩子们一起玩 把土当饭 把泥当汤 把木块当肉 但是到了晚上还是要回家吃饭 那些土饭和泥汤 可以玩玩 不可以吃 古代的事 好听但不实用 古代的人意 可以玩玩 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韩 赵 味 追求人意 衰弱混乱 情 不追求人意 安定强盛 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 是因为治理还没完善